2011年台北国际体育用品展TICEBO 4月27号到30号于南港展览馆举行 规模突破37年来的历史新高 今年的摊位达到1753个 是创历年来的一个新高 有来自英国 德国 荷兰 韩国 香港等国家的厂商 有64家的厂商使用了199个摊位 最大宗的这个健身器材之外 运动服装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展出项目 还有水上用品等等有11个展区 2010年我们台湾的体育用品出口 达到14亿4千万美金 以2009年成长了28% 对美国的出口成长更是高达40% 今年的TICEBO规划了独立展区 展出创新产品奖与运动科技创新设计奖的得奖作品 从这些创新产品中可以看出体育用品 已经渐渐地走入方便收藏 节能省电与结合智慧型科技的趋势 与展览期间同时举办的世界体育用品工业联盟 招博与FSGI全球体育用品制造商高峰论坛 则邀请到拥有全球25个国家 3500加零售点的Sport 2000的代表 New Balance UK的董事长 以及中国体育用品领导品牌 李宁公司的高层等重量级人士 于论坛中探讨拓展全球体育用品品牌 即通路着机会与挑战 台湾的纺织产业发达拥有领先全球的研发能力 运动用服饰及配件具有高度市场潜力 此外台湾的潜水用品也独当一面 全球60%的潜水衣都是台湾制造的 因此新规划的潜水即水上用品区 吸引不少买主目光 台湾的游客产品产品产品非常竞争 在能源上这个严重量的商务 然后参与主要的潜水 台湾的潜水 国际厂商阵容与台湾优异的运动用品制造实力 成功的吸引国际重量级买主前来参观 台湾国际体育用品展Taispo 已经成为各大厂商不可缺席的展示平台